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电路板上面的这个绿色的小元件 从它这个外观还有这个上面这个侧环 大家可能认为它是一个色黄电阻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电阻 我们看一下主板上面的标注 它这写的是L L就证明它是一个电感 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个电阻啊 它的标注字母是R 然后从外观我们看一下啊 它要比这个电阻它要粗的很多外观 外观粗的原因啊 是因为它这个电感上面是 缠染的很多这个气泡线 所以说它的外观比较粗 这种色黄电感现在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块板上面也有一个 看一下是吧 然后这个色黄电感 它也是分大小的 它的大小也就是类似于跟这个色黄电阻是一样的 我们看上面都有这个色黄 它是通过色黄来计算它的大小 色黄电感 它这个色黄都是四个黄 四道黄 它不像这个色黄电阻有四黄五黄六黄分好几种 它只有这一种四黄 然后这个读取方式和这个顺序啊 和色黄电阻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末端啊 最后一端 它是银或者是金 它这个就是最后这个 它代表是误差 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读取方法就是 先从这边开始读取 它是中黑红银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读值是多大的 我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小工具 我们把它先点开 我们打开这个色黄电感识别这个软件 然后是中黑红银是吧 我们选一下第一个是中黑 然后红 最后是银 点完之后我们点一下这个计算 它这个大小是一毫横的 然后误差是10% 知道电感的大小以后啊 我们在更换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还有就是这个色黄这个色黄电感 判断它好坏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都知道这是电感是吧 电感呢 我们就用汪表的二级光档来测量它 两端 看它导通不导通 如果不导通 就可以判断为这个电感已经损坏了